大家看我旁边展示的这个模型 各位企业家 愿不愿意猜一猜 这不就是铁丝做的吗 哼 螺丝帽吧 我知道了 应该是比如说鼠标啊 或者键盘啊或者U盘 模组芯片 手机主板 我对三位企业家肃然起敬 你们是怎么蒙到的呢 好 这两个展示的模型到底叫什么 它们又是什么做成的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现在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吧 我们看到的 包括台上的这两个模型在内 包括短片当中的 都是用手机 剃须刀等等 这些电子产品的零部件组成的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这位了不起的手艺人 马国瑞 掌声有请 主持人好 欢迎你 国瑞 各位老师好 我是马国瑞 欢迎你 国瑞 您是做什么的 是回收手机的吗 我不是回收手机的 家里卖手机的 我最早也是做这些模型 然后会参加比赛 后来就是我有在网上上一些视频 那其实有品牌方找到我 然后说这个手机有什么创意 我们能把一个手机做成什么东西 这样以这个为契机 然后开始这一系列创作的 那你是怎么想到用这些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和元器件来做模型的呢 因为像手机这样一个产品 其实它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简介 但其实当你拆开它以后 它里面的部件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精密的 所以当我拿到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怎么能把这些东西解构出来 让它变得更有机械感 更精致 然后对于手机内部也是一个展示 然后模型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会有点瓶颈 当找不到题材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对我的说非常有趣 所以就开始了这么一点 开始投身了 还记得自己第一个做的这种类型的 这种材质组成的模型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 它完全就是一只手机 然后把里面所有东西拆开 然后做成这样子 就是它整个就是由一部手机 从里到外所有的零部件做成的 还有它的一条耳机 像这个模型做了多久 设计的时间加制作的时间一个多月吧 你现在是靠这个做专职还是兼职 现在其实我把它当做是我的一个创业项目 然后现在很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上面 我本身的职业是建筑师 建筑师 这个有点意思 开始我就觉得你是那个建筑师 因为在建筑这个行业 就是我们叫3D建模也好 还是我们在做整个框架设计的时候 其实海外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公司 它会基于你是什么结构 什么材料 直接在那个电脑里可以模拟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再把不同材料给它装上 其实这个东西大概能出来 我想知道咱们这作品 是不是也是大概有这个生产的过程 老师您说的没错 最早的时候是先要有一个设计的 从设计为起点 我觉得这个整个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设计 第二部分是制作 那设计的部分我们通过画草图 或者建模的形式来模拟最后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通过手工制作的形式把它完成出来 那你这个都是新的还是都是旧的 这些其实是那个品牌的工程机 它都是废机 目前这个你的水平 在国际上有拿过相关的奖 参加过一些比赛吗 我在做模型的时候 有拿到就是第二十一届 全日本我的扎古选拔赛的世界冠军 它这个比赛是日本一个 以高达动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模型比赛 扎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奖项在这之前 有日本人之外的选手拿过吗 在我之前没有 我是第一个非日级的总冠军 那我参加的这届比赛的时候 是有1400多个作品 还是非常厉害的 它怎么鉴别就是谁做得好 是用的零件更多呢 还是做的造型更美 我觉得对于科幻模型作品的话 很重要的是它的设计 制作是一部分 它必须是比如说一部手机做 还是我可以拿十部手机的零件来做它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是重点我觉得 就关键是你表达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通过一部手机来做成的 国内现在像你这样做 这个电子零部件模型的 这种手机模型的有多少 应该不多 我可能是最早来做这个事情的 有可能 那你现在你做的这个商业化 你觉得未来的市场怎么样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国家 现在整个20岁的文化 还有对于模型文化 是在一个飞速的增长的阶段 所以我也看到这个市场有很多机会 想往这儿做点事情 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 能有自己的这种技嘉IP 也希望能为这份事业 贡献一点力量吧 国瑞我想问你做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 你给我们展示的感觉就是很轻松 是吧 零件都是现成的 对吧 家里或者朋友 谁淘汰下来的二手手机 或者厂家提供给你 做这个东西没有难度吗 难度还是在一开始的想法上 比如说刚才视频里 有放到一个那个折叠屏的手机 当拿到的时候我就会想 我怎么跟折叠屏这个主题会相关 现在折叠手机 大家知道是现在走在这个科技前沿的 一种类型的产品 柔性屏嘛 我在里面做了几个北京的建筑 像天台CATV 然后还有十七拱桥 说到这儿我是建筑师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还有北京电视塔 这几个 然后当做成以后 我把它错比例地放在一个方框里面 就是那个手机的方框 然后我试想的是 能把它们全部都放到 然后手机再折叠起来 那过程中就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现在手机空间内非常小 那把这些东西 以非常机械的方式把它压缩下来 再把它完全折叠起来 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那中间突破也是满费脑细胞的 你觉得最大的难度在哪 像折叠屏手机的厚度 它一半的厚度 大概只有八毫米 那我的那个CATV的大楼 大概是五到六公分高 我需要把它折叠在八毫米里面 而且我用的全都是 手机里面的零件 像那个作品你做了多久 总共下来 加上创意什么的大概两个月 像这样的一个手机 你是需要自费购买 然后全给它拆开吗 这些手机是品牌方提供的 那除了你品牌方提供的 平时你的零件来源都是哪 我自己其实很多 做的是塑胶模型的套件 就是我说的 我们小时候买到的那些模型 然后我再进行重新设计 然后把它改造成另一种模型 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最满意的作品 这个可能很难讲 但是最有情怀的作品 可能就是拿奖的那只 那个做了多久 那个时间蛮长的 好图的部分 就陆陆续续化了很久 再把它制作出来 因为算是当时 不遗余力的一次创作吧 把之前的积累 都想要在那个作品上 有所表达 然后包括之后 到现在做模型的 很多这个想法和 那个设计输入 都是从那个时候 建立起来的 做这种模型 会不会加入到 你一些个人的元素 当然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 其实很多的出发点 都是源自我个人的一个喜好 我更关心 我自己喜欢什么 我把它放到 我的创作里面的时候 就会更游刃有余一点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做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 非常感兴趣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 做一个个人的IP呢 我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能力 和时间来创作这样的IP 我个人倒觉得 因为这产品的生产周期 首先是相对比较长的 第二呢 它每一个单品 我觉得 就是你个人要独立完成 这件事好像 特别难复制跟量产 不 老师这个 创业项目 它怎么办呢 这个不是产品 这个单单是我的作品 所以只能做收藏集的是吗 就是我在想 就是您的作品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嘛 所以未来 把每一部作品 变成收藏品 然后有这种爱好 这样的这个投资人也好 或者是说 兴趣的爱好者也好 他们会收藏 我现在更在乎的是 通过展示 通过各种题材 去展示 我和我的团队的设计能力 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你有你的 现在有自己的团队 有自己的 团队多少人 现在有九个人 因为郭瑞宁 是专门学建筑的 然后就做这样的DIY的时候 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建筑学 然后之后就在设计院 做建筑师 然后我喜欢做建筑 然后其实我对所有 跟设计和艺术相关的事情 都很感兴趣 那模型又是 这种机甲模型 尤其是又从小 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 其实都是我 最爱好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您一直都是 把爱好去延续 那今天想把它商业化 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的文化 是在我们国家 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它应该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然后感受它的乐趣 感受它的创意 这就是我原发的一个动力吧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 就是感召更多志同道合的 喜欢做这种模型 创意的人在一起 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对 大家伙就要一起 一起来这个感受模型 这种文化 一起做模型 其实是非常 至少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做模型的这帮人 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 那好 如果你这个东西 要商业化的话 让大家比如说 你有现成的图纸 然后提供给大家 这些零部件 即便是像我这种 完全不懂的 对这个动漫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就是对你这个模型 比如我看了今天的 非你莫属 我就是想做一个 博瑞老师的这个机械龙 然后我可以买来 你所说的这个零部件 我自己可以组装一个 是可以的 对吧 就像你小的时候 就比如说玩四驱车 玩坦克飞机 这种模型 体验是一样 体验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是亲眼见了 我们现在北京的大兴机场 它原设计的那个 那个设计公司里边的那个模型 一个大的模型 它不光外观是一样 它里边连通道啊什么 都是有细小的原部件在里边 那这样一个模型做出来 它其实就是要在电脑里 把它完成综合的设计之后 把每一个零部件 用3D打印打出来 然后把它拼装出来 然后还要验证它行不行 还要真的是要 要有一个电子轨距去验证的 那然后才有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场 就是设计公司做的事情嘛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量产 刚刚大老师提的问题 我就觉得 比如现在 我可以借给您啊 就是现在中国第一个上市的 金属3D打印的公司 它是好朋友做的 那么它就可以把所有零部件 都打成标准化的 对 你只要把这个框架 就是你是个设计公司 把设计这部分做好之后 它就可以量产了 我害怕大家看到 你的这些作品呢 既喜爱又有一种距离感 就觉得 哎呀 你说我上哪找这么多的零部件呢 对吧 可能这个原材料 也比较难搞 也比较贵 如果真的能像雨昕说的 降低它的成本 做标准化的部件 然后就像大家玩模型一样 我觉得很多男孩 应该会感兴趣 其实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私人定制 因为很多企业 它发展起来的时候 都会有企业文化 你可以把企业 跟这个零部件有关系的东西 你做出一个形状 或者是类似 可以代表企业品牌的 这么一个形象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有市场的 这样的话 你的价格 就可以让你的爱好 可以支撑 你去创新 或者是去创造 我特别期待什么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 就是拿国产汽车的零部件 做一个东西 我觉得 哇 太棒了 对 一定特别棒 那个是 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 虽然没有用 那个汽车的零部件 但是我们 我是找了 就是很多 那个废旧的材料 然后做了一个 赛布朋克的城市 我看到你的核心 其实是创意嘛 我觉得两端产品 一个产品是可以跟品牌合作 因为你有一个团队是短视频 对吧 视频 我刚刚看你的广告品牌挺好 那你可以根据两类产品 一个是汽车 一个是 刚才我们说的是 这个手机的模型 进行科技版画创新 帮它来完成品牌 视觉化的传播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挣到钱的 因为你帮品牌 做了它整个的传播内容 第二个的话 板块就是IP 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IP属性 更多让人认知 然后延展出你的产品 合作 协作 这是让你可能未来的发展 所以当下我觉得 你可能要找到 要挣钱 然后再值钱 再有钱的这个事情来 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现金流是正向的 是还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我不太关心这个 我还是希望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把速度跑起来 把效率提上去 把事情做好 这个时候是我关注的 刚刚老师您提到 就是如果是 比如说手机品牌的宣发 我们能起到什么帮助的作用 我觉得现在 比如说在这个手机 高度同质化的今天 其实品牌的这种 视频宣发也好 各种方面也好 能让大家看到 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做这个事情的人 现在没太有 那我可能就能提供 这么一个窗口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品牌 这可能是我给品牌方 提供的商业价值 那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很任性的 就比方找到我的时候 往往问我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会说我做什么 然后我给方案 这个中间是不允许经过学协调的 因为其他我不感兴趣 我就不做了 然后我只做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把它做出来表达出来 其实他说的对 现在大家看到 产品的几率太高了 但是吸引你的 一定是个性化的表达 它其实就是个性化表达 最好的一个代名词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如果电视机前有观众朋友 尤其是像我这样 对模型还感兴趣的男生 愿意给你提供点零部件 把这旧手机寄给你 你收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 那如果要是我们给你提供一个旧的手机 然后随便 马老师您做什么都行 您愿意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再可以投入一点费用 能根据我们给的这手机 做一款这样的模型吗 如果大家碰撞的这个点比较合适 大家都同意 觉得这个很棒 我觉得就没问题 太好了 一会儿节目之后 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我那儿这一抽屉的那个就是手机 我这都没处送 正好您给我做一些模型 我摆在家里还特别好 我也感谢你为这个手机回收 环境保护 不经意间做出的贡献 再次掌声感谢马国瑞 谢谢 谢谢